小胖老师原为人17日金船因不慎跌倒造成脑溢血动刀,检查时意外发现他脑部长有肿瘤。据了解虽然已完成初步的手术,暂无生命危险,但未来可能半身不遂。 前期六元期第一时间带着子女到上海探望,她的儿子一跨进家户病房,更是伤心到泪流不止,令人心疼。原为人意外跌倒摔至脑溢血,情况危急一直昏迷不醒。 据三例新闻,报道原为人虽然抢救成功,但脑瘤问题得是恢复状况才能进行后续治疗,目前则暂时无法解决。 不过,尽管病情正往乐观方面发展,但医生也透露她的病况,透露未来可能半身不遂。 原为人意外跌倒摔至脑溢血,情况危急一直昏迷不醒。 紧急附路探望的儿子则是半夜在脸书上发文表示,原本故作坚强的我很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,而且还停不下来。 当我跨境加护病房时,脑中不再像昨天一片空白,顿时我完全无法控制我的任何情绪,那一刹那我才发现我所有令我懊恼的事有多渺小,好希望你知道我们都来了。 今天的上海像是被关掉的电灯,黑暗摸不透充满着猜测,想找到开关却无法。